你好,欢迎收看今天的新北新闻网,我是主播许端一 淡水区文化国小去年开始将已经使用20多年的运动操场进行整修 而今天上午学校邀请到多位贵宾一同举办启用一序 而这一座运动场的西部规划是由淡江大学建筑系教授设计完成 以充满色彩与线条的操场 让这200公尺的运动场地也能够成为教材 淡水区文化国小去年开始将已经使用20多年的运动操场进行整修 而今天上午学校邀请多位贵宾一同举办文化国小 感恩跳蚤市场即运动场启用一序 校长表示过去每年都会举办跳蚤市场活动 但是今年刚好碰上了运动场整修 因此在整修完工之后一起举办 让孩子在这个全新的运动场上进行公益活动 特别感谢新北市教育局给我们经费的赞助 还有我们这个操场最特别是 我们是淡大建筑系的师生来帮我们设计 所以这个操场的用色配色非常的鲜明 然后他做了很多设计师 让我们体育老师包含学生可以一起去开发 他的不同玩法 所以我们的跑道非常特别 再次逆时针转的一个胶囊型的 我们跑道也有S型的 然后我们中间还有红绿灯鬼抓人游戏 然后结合淡大建筑所 还有我们这些书车在今天一并做展览 校长表示为了要让学生有安全的运动空间 改善运动场工程 从民国105年开始设计规划 经过三年的努力与等待新北市教育局 还有前议员蔡叶伟的帮助之下 崭新的操场终于完工 而这座运动场的细部规划 是由淡江大学建筑系教授黄瑞茂设计完成 教授表示已充满色彩与线条的操场 让这200公尺的运动场地也能够成为教材 我想一个操场其实应该有很多教育的功能 所以我们怎么样把一个工程变成教具 那这个操场除了跑道之外 很重要的就是平常的时候 它也可以成为坐边社区居民的一个活动的空间 所以我们特别在里面打个S型 就可以在里面有很多跑步的方式 每天都不一样 另外操场很大 这里面还有篮球场 还有排球场 跟一般的这个所谓 这个小的一个打击的地方 是大家最开心上车的日子 也不多说 就希望你们能够开开心心的长大 并安安的把今天这么美好的一天给度过 我觉得今天文化国小的运动场的启用 那也配合了办理这样一个跳档市场活动 那我刚刚也逛了一下也买了这个我的助理最爱的这个派大新 那我觉得这种资源再利用的活动真的是非常有意义 议员今天也参加了学校的市场活动 并且买了许多的二手物品表示支持 而另外黄瑞茂教授表示 校园空间规划设计不只是工程 如何透过师生参与与设计营造 将校园空间规划改变成为教具 并且藉由空间激发想象力 老师将带着小朋友去想象如何利用地上的线条的构成 进行游戏 让这座运动场发挥最大的功用 也成为学校一项非常鲜明的特色操场 记者许多安一代学采访报道